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八题 第八题它说如土有一张长方形ABCD的纸 那它沿着这个EF向下折 就是把这边往这边折过来就对了 那并将CD落入的新的位置称之为C'跟D' 如果角EFB EFB在哪里 这里 它是55度的话 那要求这个角E跟角E分别是多少 好 那EFB 题目唯一告诉我们的条件是这个EFB 它是55度 那因为它是长方形嘛 所以它的上面这个AD跟底下这个BC 事实上是平行 那既然是平行的话 那么这一个角就会等于这个角 因为E2已经用完了 我们就要取名叫角3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角3 会等于角EFB 那题目告诉我们说EFB是55嘛 所以我们就知道它是55度 那既然我是55 你也是55度的话 那这一个角跟这一个角一样大啊 为什么这两个角一样大 因为底下的这一个角 就是从上面折下来的嘛 所以这两个角一样大 那我们给它取名叫角4好了 所以它也会等于角4 换句话说 角3就会等于角4 就会等于55度 那既然这一样的话 那这里会构成一个平角 那平角是180嘛 那这里拿走55 这里拿走55 总共就拿掉110了 所以我就知道说角2啊 就会等于180度的平角 减掉55 再减掉另外一个55 等于减掉110 剩下就是70度 就是这个角2的度数 70度我们就求出来了 那既然角2是70度的话 角1跟他是同侧内角嘛 那同侧内角会互补 所以角1啊 就会等于180度 减掉角2 因为他同侧内角互补 那角2是70啊 所以就会等于180 减掉70 剩下就是110度 那角1就算出来是角1 是110度了啦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题 那其实很简单哦 就是御用两个东西 第一个内错角相等 所以这里55 这里也是55 那既然他是55 因为他这个折的动作 会使得这两个角一样大 所以你55的话 这边也是55 那这里是平角嘛 180 减掉55 55 就剩下这个70 那这角2跟他是同侧内角 会互补 所以你的角1就可以算出来是110 那这一题就完成了